來到廣傳媒頻道 我和大家主持廣傳貿論 這星期和大家談都是一個焦點新聞 熱點新聞 焦點人物自然就是TikTok的CEO 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的表現 以及這件事關於美國對TikTok的態度 官民的態度 尤其是現在由國會準備立法 要遷就TikTok的安全問題 以至到TikTok的內容問題 有一個聽證 這個聽證是3月23日 美國國會的跨黨派議員 組成能源及商務委員會的一個公開聽證會 CEO周秀之 就是TikTok的 可以說是國際TikTok的一個 接受了差不多五個幾六個小時的 國會議員的質問 質詢 這個聽證會就火藥未十足 周秀之 周秀之 可以說 基本上處於一個手勢 一直都是受到國會議員的一些都挺敵意的質問 說真的 有些美國國會議員的表現都挺奇怪的 居然會問周秀之 即是用TikTok會不會侵入Wi-Fi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有一點點 誰主誰似呢 Wi-Fi 你知道是無線上網的一個術語 大家都知道Wi-Fi出到外面商場了 居然說用TikTok的時候會不會TikTok去到Wi-Fi那裡 有Wi-Fi你才會有TikTok的嘛 這個議員的提問就是令到周秀之 就是拋頭 當然也都關於內容的審問 或者是質問呢 我又覺得有一點點 就是 美國國會議員不可以用道德判斷TikTok的內容 好像TikTok這些內容 其他社交媒體都有的 TikTok不是獨有 不過TikTok因為拍短片 要很短時間 所以就很多很激動的動作 亦都很奇怪 亦都很匪夷所思的行為 就拍短片又上網 這個內容當然 TikTok都說自己會有管理的 關於牽涉到危險動作 牽涉到甚至鼓吹恐怖主義 或者鼓吹未成年人去做 當然 你去勸喻那些網友 不要這樣做 但網友做了擺上網 TikTok都有責任 要將它刪除或者下架之類 但是這些議員去針對內容 就有一點點 有三分顏色上大紅 要TikTok承受關於內容 不疑同教育小孩 或者是令小孩上癮 如果你要針對TikTok 就應該針對 還有Ig 都會的 Facebook 都會的 所有上網 WhatsApp 都會的 包括去瀏覽這個網頁 都是會成癮的 所謂有網人 所以這些議員就有一點點 教授挑戰 不是說各個有個別 但其他特別是能源及商務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就相當之問就很到辱 大部分美國議員問都是很 就是用專家的 做完那些剪板 就是TikTok和中國政府的關係 大家知道TikTok是國際版的抖音 而中國就叫抖音 就不叫TikTok 去到外國才叫TikTok 因為它有國際版 國際版就有不同的議員 有幾十種議員的TikTok 中國那種當然是簡體字 所以叫抖音 而抖音的母公司 也可以說TikTok的母公司 就叫字節跳動 稍後會跟大家說一下 這些公司的關係 現在五、六個小時 好像我們去BBQ 去烤雞翼 去烤香腸 周秀芝 當然他是作為一個高薪的 即是年薪 據說 億億勝的年薪的 一位高管去接受拖音 他吃得鹹魚抵得汗的 他是新加坡人 但是 他剛剛40歲了 他83年出生 很年輕有為 他的家庭背景 在網上基本找不到 他爸爸是誰 他媽媽是誰 在什麼時候 就是什麼環境 就是當時他爸爸的背景 在網上位莫如深 究竟周秀芝 是純粹真正的新加坡人 還是跟中國大陸 或者是其他華人地方有關的華人 去到新加坡生活 周秀芝在新加坡受教育 他的學術背景 他的學歷和專業之歷 是不容置疑的 你也知道在倫敦 讀了一個國王大學書院 也都在美國 去到這些長春藤的大學 拿到學位 都是精英來的了 看到中共很聰明 用西方教育出來的精英 所以周秀芝在聽電會上 幾次強調我是新加坡人 唉 全世界都知道 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 我講官民的關係 是一直都是 大家是有來有往 就不像美國和中共的關係 在很多程度上 新加坡和中共是 又傾 但是又防 周秀芝就不能因為 自己新加坡的身份 新加坡出生 所以他就說 你相信我吧 新加坡人 大家知道最關鍵的 不是你的國籍 是你服務這間公司 在美國政府 美國的國會議員心目中 是怎樣的一個位置 和中共的關係 才是核心的關鍵問題 聯邦議員對於周秀芝 接受聽證之後 都仍是對他說話 深表懷疑 但是大家在聽證的片段 都看到 基本上是相當否定態度的 大部分的詢問的議員 已經是有備而戰 而且採取一種 一種敵對的態度 基本上都覺得是你不可信的 你是中共的代表 來的 那麼 就算說完之後 他都兵來仗蕩 周秀芝 很多 小粉紅也好 或者是藍絲 或者支持足北京人來說 覺得周秀芝 周秀芝是孤獨英雄 以一人抵擋美國國會的清君萬馬 是好東西 當然大家看到他是擋得很吃力 也擋得很辛苦 喂 給你五六個小時 給這幫國會的大帝 個個都會能言善變 甚至中間有很多律師 那些高級的參謀人的身份 他們個個都能精慣戰 用語言上 何況他們有備而來 是要砌TikTok為己任的 雖然如此努力 也無法消除這些議員 對這個平台的憂慮 美國國會參議院 情報委員會主席華納就說 難道要等到習近平和中共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開槍 要入侵台灣了 但到那個時候 難道美國才去禁止TikTok嗎 根據這句話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美國不能夠等到TikTok 繼續在美國 甚至改變了美國人的民意態度 然後才去禁止它 因為TikTok是一個社交媒體 它的視頻和內容 如果你懂得用網上演算法 可以控制內容 控制它達到什麼人 還有有步驟地進行一些資訊戰 或者是網戰的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說TikTok是危害國家安全 必須制止 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布林肯是美國外交部長的身份 但是他沒有說是否要完全禁止 美國所有人都不能用 只是說有很多方法可以做的 美國國務院已經禁止了聯邦政府使用TikTok 美國政府基本上都是禁止的 不止美國政府 加拿大政府都禁止了 公務上的流動設施是不可以使用TikTok 英國禁止了 其他很多歐盟的國家都禁止了 澳洲各方面都禁止了 BBC的北美記者 叫做James Clayton 總結了3月23日 周秀芝在美國聽證會的五個關鍵的時刻 第一 周秀芝說他的兒子在新加坡生活 所以就不用TikTok 因為新加坡沒有給13歲以下的兒童 使用TikTok的一個規例 所以不容許 即是沒有指示13歲以下可以使用 所以新加坡說他的兒子就不會使用的 他的兒子 不過他補錯了一句 如果他的兒子在美國他會使用的 他給兒子使用的 第二 字節跳動 即是TikTok的母公司 是中國境內的工程師 可以訪問部分美國TikTok的數據 第三 周秀芝在 在母公司自節跳動 是擁有股份的 另外周秀芝是借劍橋分析公司 來反擊美國議員的質問 所謂Cambridge Analytica 對於TikTok來說是有利的 另外美國兩黨議員團結一致 就是對付TikTok的今次 大家看到那個聽證會本身 就很明顯看到美國議員 不僅團結一致 而且幾乎上要透過這次聽證會 恐怕結論已經有了 現在是欠聽證 是教育美國的人民 你們全美國3億多 差不多3億4千萬美國人 有1.5億人 3億4千萬美國人之中 已經有1.5億人是用TikTok的 據TikTok公司說 周秀芝就說TikTok從來都沒有 跟中國政府共享美國的用戶數據 議員就深度懷疑 究竟TikTok能不能跟中國政府共享數據 按照自由亞洲電台的事實查核的機制 以及他們的分析就說是可以的 是可以跟中國政府共享數據 第二 美國的數據 在美國TikTok的數據 是否可以在美國演外共享呢 答案是可以的 第三 TikTok的數據 是否可以跟中國的執法機關共享呢 答案是可以的 這些都是一些經過新聞媒體 做資料搜集所得到的結論 實際上 洗鬼你做甚麼一早就知道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在2017年6月27日 在當時人大常委會 第28次會議 通過 審議通過一項法律 就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情報法 並在第二年 即2018年4月27日實施 這個國家情報法 這個國家情報法的第14條 就說 可以要求有關機構組織和公民 提供必要的支持 協助和配合 另外第七條 他說任何組織和公民 都應當依法支持 協助和 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保守所知識的 國家情報工作的秘密 國家情報法已經規定了 所有公民和公司 機構 即是實體 是要配合提供情報 那你說 字節跳動 洪湧的抖音 要不要 依法提供情報呢 如果你說No的話 那你就坐牢這份了 而字節跳動 在國際上的 即是國際版 即是這個抖音的國際版 TikTok 你的公司是中國 總公司是中國 那你要不要跟 國家的法律去辦事呢 答案都不願意 即是yes TikTok 周首芝在3月23日的聽證會 都是抨擊美國 對TikTok 差不多 他的答辯 都是暗示美國 TikTok好像罪人一樣 中國外交部 無法言人無寧 在外交部 記者會上就說 美國對TikTok 是有罪推定 無理打壓 實際上 這個有罪推定 就不是 美國人 特意有罪推定你 而是你本身 TikTok 是犯有結構性的原罪 結構性的原罪 剛才我說了 就是你的國家情報法規定 所有這些機構個人公司 實體都要向情報機關要求你 就要提供資料 你現場沒有要求你 不表示將來 要求你 你可以不提供 因為不提供 你就有刑事責任 就要坐牢 所以這就是結構性的一個缺陷 中共就促從上身 你現在不是有個國家情報法 寫得這麼明明 就不會被美國在國會 美國議員直接讀出來 按照情報法 你可不可以不提供資料 給國家情報單位呢 所以首先都不能夠說no 只能夠顧左右而嫌貪 只能夠說現在沒有 將來會不會有呢 就是將來的事 另外美國學者也擔心 TikTok傳遞很多虛假資訊 所以這個虛假資訊 大家都不要忘記 就不是只有TikTok WeChat 微信 其他微博等等 很多 加上其他手機的流動裝置 基本上都是中共發展大外宣的 最佳的平台 有影音的當然是TikTok 主力都是民意 或者是透過圖像的 當然是WeChat 這種擔心 已經是因為你如果這麼多人 依賴TikTok 有些短片分享 就很容易洗腦 不斷洗腦 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 是長期有隱憂的 當然有些學者都擔心 都不是擔心 只是說周首枝 這次作證 是並不能夠安撫 成功安撫國會議員的擔憂的 大家都看到 整個過程是 這麼敵對的狀態之下 其實已經 美國政府 美國的議員 已經知道了TikTok的 運作方式 還有做過很多後台數據 國會也有做很多 數碼方面的分析 事實上也是幾個月前 TikTok的母公司 抖音的股份有大變動 原來在去年的年底 2020年12月底 廈門有關公司 就是 它的關公司 只是註冊資金 100萬人民幣 叫做廈門 星辰啟典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上 蛇吞象 吃了註冊資金 1億元的抖音 吃了它98.8億的股份 而抖音的創辦人 張一鳴就退出了股東的行列 這個按照大陸的工商資料顯示 張一鳴就退出股東 而這間抖音有限公司 是成立於2016年的5月 曾用名為 字節跳動有限公司 結果在2022年 即是去年5月 就改回它的名字 就叫做字節跳動有限公司 原名是抖音有限公司 抖音現在由張利東 即是股東 擁有1.19%股權 而廈門星辰啟典 即是說 剛才講的註冊資本 100萬人仔 這間星辰啟典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98.81% 按照2022年12月30日資料 下門星辰啟典科技的法定代表人 叫做李英 這間公司叫做星辰啟典 由李英和銀平分別持有50% 大家看到張一鎮 就退出了抖音的股東行列 套現離場了 大家知道 在中國大陸 或者是很多中共的企業 是有黃金股 這些入股的人 只需要持有一股 但是他有一票否決權 這叫黃金股 他不是大股東 都可以有否決權 當然是黨委書記 是黨的人 何況你現在是轉了一間 下門非常神秘的有限公司 星辰啟典科技有限公司 食了一億元註冊資本的抖音 而星辰啟典科技 只不過是100萬人仔 好像真的很不合比例 但是事情不見發生了 而這間星辰啟典 後面是什麼人來的呢 而那些廚友人 究竟是白手套 還是後面還有高人去操盤 大家心中有數 所以我經常都說 西方要禁華為 華為就好像一個批發的間諜氣球 住在各個國家的城市 那些機站那裡 是批發式的 而抖音呢 就是零售式的間諜氣球 就是在各個人手上的手機那裡 是零售 意思就是一架一架 在你的手機上 藏了這些間諜氣球 就不是在空中看到飛在天上 去到美國 這個什麼 南達科達州 或者什麼 北卡羅來納州 這些 不是這些天空的間諜氣球 華為就好像批發的間諜氣球 是它的後台 機站 可以將這些數據 送到中共 相關人士 部門手中 而抖音的後台 有些將那個持有人手機 當然 都要玩手機 就可以玩零售 拿了你的資料 所以美國依然擔心的是 你的間諜氣球 不是就是一隻 由北飛到南飛到東南 跌到海裡 而是美國有1.5億人 幾乎半數的美國人 由小孩子到七老八十 或者八九十的長者 人手一部手機的抖音 就是TikTok 都可以變成潛在的一個 中共大數據的 等於中共的間諜氣球 進去每家每戶 每一個人的手機 就是只要你玩抖音 就是玩TikTok 是不是很恐怖 以前打低了一個間諜氣球 現在美國國會想把整個抖音 踢出去美國 這個過程 現在國會正在做聽證 現在先從公務員 公營機構 不要用抖音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你用的話 特別是敏感部門 例如國防部 外交部 這些 全部的外交人員 或者國防人員 他們的位置 討論的東西 或者他們看到什麼人 你一手手機 在玩TikTok 就已經暴露了 因為中國玩大數據 玩資訊戰 以前是個中高手 美國人上次大選 大家還記不記得特朗普 他去搞一場campaign 他去見群眾 要派票 他都被抖音玩了一夜 親北京的小粉紅 或者是支持民主黨的人 利用抖音 利用手機 去鎖票 拿票到時候是no show 搞到特朗普 當時被騙了 為何這麼少人來 原來那些票被人霸佔了 霸佔了不用 就令到你很醜 特朗普當時已經 慶得了 準備要禁抖音 要禁微信 當時用微信多些的 去登記 但是因為行政系統 想禁 在法院被人支持抖音 支持中共 支持WeChat的人 包括小粉紅 和中共很熟悉的 美國律師的 就是紅頂律師專家 就在法院 用申請防衛言論自由 就叫法官 令到抖音 就是TikTok繼續存在 當時 特朗普時代想禁抖音 5千多萬人 是擁護 現在是1.5億 佔了 唐美 2倍 計3倍 是嗎 做詞也好過不做 但是美國人當然知道 再這樣搞下去 連民主黨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因為你的大數據 控制了在你 和你不友善的國家的情報機關手上 或者是他們的數據 中心手上 是不是隱憂 不止隱憂 就是明憂 所以 還有這個東西 是一個不對等的 一個社交平台 Facebook IG Twitter Whatsapp 全部都不能進入大陸 但是大陸 它是自己的社交平台 WeChat 抖音 即是TikTok 等等 全部都在外國 長驅直進 進入到每家每戶 而且你還整理後台 你如果是Facebook 或者是西方開發的社交平台 進入到中國 你也不可能有後台來搞事情 你也不會 即是現在中共的東西 可以搞你的高科技 所以 就如若無人之經 在西方國家 而中共就整理了防火牆 防你西方國家去 顏色革命 是不是很不對等 你可以防止人家 顏色革命 但是你這些國家 西方陣營 可不可以防止被人赤化 利用TikTok 利用WeChat 防止被你赤化 被你洗腦 被你政治灌輸他們的用戶 或者下一代 這個就是很嚴肅的問題 一個就是必須要問 就是第一不對等 第二也都是不公義 因為你是政府的行為來的 因為政府說了你情報法 所有機構個人都要向政府交情報 它一命令你 就要使命必達 原裝遞上去 一分鐘都不可以延遲 但是中共有國家情報法 也不要說其他那些法律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不聰明的話 就等於捱打 任人來漁獄你美國的用戶 要漁獄用戶的話 就是美國等於開了大門 任人操隊資訊大兵進來 做了宣傳輿論 改變了那些人的腦袋裡 對中共的印象 甚至利用這些社交媒體來反美 就應驗了現在王滬寧 現在在中共系統裡 三朝國師 現在專責對台灣事務的王滬寧 所寫的那本書 美國人打 美國打美國 用美國打美國 這就是中共最懂得統戰 以至之謀攻之之盾 而且西方現在整個不太遲 希望大家明白 這次周首芝 並不是無緣無故被人家糾填 而不是糾填他 是要查清楚 他背後抖音的公司自自跳動 就是抖音的總公司 基本上都是中共操控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又怎能容許你中共中共長期直入美國 就是打開中門 又不打不生氣 沒有那麼傻的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 你中共反美反到發瘋了 現在又要在美國繼續 你既然反美就不要來美國 但是你又要用賺美國人的錢 又要繼續去改變美國的網民的 就是Mentality 以及對於社交媒體的使用的Pattern 然後就會由模式 開始進入大腦 開始改變內容 即是美國遲早會被中共洗腦 你現在是1.5億 遲下2億 再遲下3億人 基本上大部分美國人都用抖音 抖音又不是你控制 美國人可以控制 就是我說美國政府 但是抖音的內容 就可以被中共控制 可以被中共掌握 你想想 有哪些生意可以這麼不公道的 錢你賺光了 然後還要你來做事 那就是美國人不是做好消費者 而是做了奴隸 何良某今天和大家說 還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是CLS 記得按一下鈴鐺 訂閱我們現在身體 加入我們Pattern計劃 有泰古城丁老師 也有Mr.T 也有何良某 有會員專享的內容 在會員區供大家欣賞 或者是供大家收看的 或者是使用的 下次再見 拜拜